而拥有专门打造工程师爱车美誉的这个苏巴鲁车厂 今年更上一层楼推出了搭载视觉追踪技术的新车款 以及2014年的概念车让人看了相当惊艳 看全新的苏巴鲁视觉追踪系统 把两颗大大的摄影机直接安装在后照镜两侧 就好像一双大眼睛随时帮驾驶观察路况 不论前方有超车 蛇行还是紧急刹车 都能在第一时间内自动停车让人安全又放心 而这套耗时40年所研发出的新技术 厉害之处还不止这样 遇上大赛车的尖峰时段更是好放手 不只亮出新技术秉持追求汽车最高工艺的决心 苏巴鲁海一口气推出两款名为BRZ的2013年车款 不只车型更流畅 重量更轻 加上水平对称引擎 重量轻 马力大和重心低的特点 更能在行车安全与速度上量着颠覆 不只推出2014年的新车款以及新技术 苏巴鲁海一口气推出大萤幕 强调所有驾驶人会遇上的路况 全部都能掌控在方向盘内 以上是东升新闻 叶永志 李仲堯在洛杉矶的采访